哈喽兄弟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呢,欢子呢带大家赶一场庙会 是吧,来看看在沙滩上的一场庙会 跟着我镜头一块来,走 赶庙会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是吧 大家小时候肯定赶过庙会 那或规模大规模小,反正都了解过 今天呢,欢子带大家看一下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 这个海边沙滩上,具有赶庙会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这种场面的,当然赶庙会比这个更热闹是吧 有那种唱戏的,唱歌的,跳舞的,耍戏法的 卖吃的,卖喝的,各种玩乐的 那沙滩上的话,现在仅有这种 卖一些小饰品的,或者说是沙滩工具 泳装泳裤的,只有这些 我们是带大家了解一下 在海南三亚过春节 沙滩上是什么样的一个盛况 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位置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海边 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广场叫海红广场 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这个人是超级的多呀 我得乖乖,人山人海 赶庙会不亚于这种状况,是吧 有很多人都是,你看看,在海边 其实想想他们也不知道在玩啥 也不知道在看啥 反正就是往那一站 对吧,看别人 但是小孩子挖沙子 大人跟着小孩子一块挖沙子 年轻貌美的在拍照 是吧 老头老太太在看年轻貌美的 在拍照,在秀文案 单身狗看这个情侣在秀文案 反正就是这种场景吧 看看那前标的人 拉下镜头让兄弟们看一下 这就是海南三亚 今天是5号,初五了 大年初五 这个场景我的妈呀 怎么样,兄弟们 我们上期视频问大家说 大家数数人头看看能数得过来不 数得过来给大家发红包 有一个哥们留言说 4989还是4998 一共有这么多人 我说你数错了,是吧 那大家看看,这么多人 这保守估计在多少 这整个三亚湾的人数加起来 上万人都不止了 看看,从那边 三亚湾市区最长的就是这个位置 就从这开始 一直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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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就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转镜头 给大家往这边看看啊 然后这个方向是 往下边看看这个人头 我里妈呀 你说 这一万人少说了吧 是吧 这就是海南三亚的 5号 旅游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赶庙会的场景吧 赶庙会是这样吧 兄弟们 你们小时候赶庙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这儿有那个庙会 那时候还兴歌舞团 搭个那种大棚子 里边呢 有跳舞的 是吧 你们懂的 跳脱衣舞 是吧 表演什么魔术的 演杂技的 能唱歌跳舞 唱戏的 各种的 但是在这儿的话 人比较多 就在沙滩上 你看看这些是 玩啥呢 也不知道玩啥 你们在沙滩上的话 你们会玩啥 三亚湾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沙滩比较 阔 也就是说宽度比较大 然后那个上边呢 还能在椰树下边 成凉 避暑 这个沙滩上呢 玩的话 铺个席子像这样 铺个毯子 往那一坐 发发呆 看看海 看看别人 秀秀恩爱 就是这么操作 是吧 这就是三亚 兄弟们 看看 对面有个穿 黑色长裙的美女 看你们认识吧 能不能看得出来 兄弟们 有没有 有没有你们的 身影在这里边 有的话 在评论区留个言 这是五号下午的 现在是五点三十六湾 就是2022年的 二月五号 下午的五点三十六湾 你们有没有在三样湾 就是海洪广场 这个位置应该是 这个是哪个酒店 我看看 海运酒店吗 在海运酒店 这个沙滩 位置 你们有没有在这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看这么多 兄弟们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